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整个房子的小区有一种landscape就特别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墙体的高度是刚刚好的 没有太高也没有太矮 然后整个院子的设计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人形的通道 然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两辆的停车位 在右手边是一个院子绿化 大家去看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休闲的空间 这是侧院 现在带大家到里面看一下 一进来这是这套房子的客厅 它是Lanning House开发的 在泰国Lanning House属于可以说是最高端的最有质量保证的一个开发砂 然后这是一个小餐桌 可以看来左右很多的门和窗子 这样整个客厅看起来就很明亮 设计上也很通风很舒服 接着这一边是客用的一个一楼洗手间 接着这个房间就是厨房 这里有洗衣机 然后这里有一扇门 这是往后面后院的一个通道 后院大概有三米的一个区跟墙壁的一个距离 这是前面的停车位 好 我们现在回到客厅 然后在楼梯的右手边有一个小小的储存空间 二楼呢这个楼梯也是一个石木楼梯 状态非常的好 然后一上来呢是 左手边是主卧 然后这个是剩下两个卧室共用的洗手间 然后这个小卧室 这个小卧室 我们先看小卧室 这是靠近 马路这边的卧室 好 接着呢是 第二个卧室 这两个卧室呢房间大概在 12平米左右 很适合小朋友 住在这个小房间 我们要到主卧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 二楼的一个洗手间 也是一个比较明亮的设计 而且在那个位置已经有了一个 给老人 坐着洗澡的一个 一个设计 状态非常的好 虽然是10年了 然后呢房东本人也不怎么住 接着呢就是这套房子 主卧 主卧呢有这个超级大的度假式的 石墓大床 而且是个老幽木 我经常提到老幽木啊 幽木和老幽木也不一样 老幽木呢 花纹会明显一些 会更受欢迎一些 好了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化妆台 也是一个 比较精致的 石墓化妆台 这进来的右手边呢是一个衣柜 衣帽间 然后左手边是这个主卧的洗手间 这里是主卧的阳台 这个镜头呢我单独带大家看一下 周围的院子 这是前院 这是侧院 侧院比较宽 然后这是后院 后院呢就是从厨房 这边出来的 水泵是在这里 然后这是侧院 也是比较宽阔的 这是停车位 然后呢我们喜欢这里有个 硬化的放了磁装的一个小空间 洗车要的放东西都很当便